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70集的节目 今天给大家做赛博坦制的大黄蜂还有飞镖的一款组合金刚玩具 我们先聊一下这个恐龙金刚好了 官方在这个系列还真的把Dino Bar的几个人物完全拆在不同的等级 然后这一次的飞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可以跟大黄蜂合体 动画片里头好像也没有合体吧 但是玩具公司就这么样把它给推出了 然后光从盒子后方的合汇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变形大概是怎么回事 大黄蜂就作为官方的亲儿子我们也就不说了 但是这一款飞镖的话我个人感觉做的还可以 那我们先把这个大黄蜂看一下吧 这个没有什么好提的 放到背后里面很生气对这个简直是简直了 这里就裂开我没有办法去想象了这真是太生猛了 然后反而是这一款飞镖颜色很鲜艳面雕也好看对不对有点阴郁的感觉这个看起来酷酷的 武器这个不是重点 放到这里边它这里有点好像往内掰是因为它里头有个弹簧 那我不知道怎么弄的 它有点跑掉还怎么样 它就是没有办法去站得很稳 那我要特别转到后面你会看到这个露出这个脸啊有点有点可恶 这个地方在变形成人的时候是要往上卡上去 然后在把弯的时候呢有一个东西呢要跟各位大概提一下 它有一个这个啊 这里有两个连接感上面跟下面下面呢这个的话是一个C型扣 它扣住这里有时候是会跑跑掉的那如果C型扣跑掉的话呢 你就无法把这个后面给顺利的扣住 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呢你怎么卡都卡不住的时候呢 可能那C型扣已经掉了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手臂 这个地方有个可动脚的话呢往前还有膝盖啊 这是很难得居然有一个膝盖的一个可动 那么头部的话是卡死了没有的洞啊 那这个就只能说人形的正面还有个样子啊 那手臂啊什么跟身体是分开后面这样子吧 这个这个各位应该不会说对这个玩具有什么很高的 这个什么什么各种期待吧不可能吧啊 那我们来进行一下那个变形过程好了 这个大红风的话这简直是令人发指了啊 好了我们把大红风给变形完毕了啊 一台嗯就是不会让你误以为是别的人物的大红风啊 这个脚掌完全就落在这里 然后滚动性好可以赞美一下 那至于这款飞镖的话呢就有一点意思啊 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地方卡扣给扣进去 然后鸟嘴的后方跟身体是有一个锁扣的扣住 然后把它给往上面抬上去 再来我们把这个啊这个地方记得要扣上去啊 要扣住是要扣住的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脚往上翻到这里折上来 这边也是一样的 往上翻到这边 原则上呢这一块黑色部件呢是要把这个弹簧给勾住啊 就没有问题 然后他刚刚的武器就是他的尾巴扣上去 我不得不提 以恐龙的形态来说 这个翼龙做的还可以 我真的觉得还行 体型也够大啊 体型也够大 嘴巴 步伐打开 底部 如此这般 那稳定性还行啊 就我觉得以恐龙的形态来说啊 嗯不要挑剔他什么了 那他有一个组合的一个过程 这个组合的过程呢 是把这个尾巴的部分呢给拿掉啊 拿掉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大黄蜂的头呢 把大黄蜂的头呢给塞进翼龙的这个菊花里头 那这个扣的时候 就是这个头啊 本来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我们要把它往下面 对 叫他低头 然后从这个地方扣下去 那你就会发现 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联动 哎这样子 这个地方一松开之后 这两个地方跟着弹开 弹开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记得把这个腿再给打开 脚掌给放下来 然后呢他这个手臂啊 我们把这个镜头稍微挑高一点 这样子 这个手臂 就往下 放下来 这个 就是他的一个胳膊啦 那后面这里的话呢 如果你 你往下 如果你坚持要把它往下的话呢 会把这个头又露出来 所以原则上它就是一个 像异形一样的 后脑袋是煎出去的一个造型 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 那么 那么就 就是 就变完了嘛 对不对 我们就又顺利水了一几 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可动 手 这里可以动 那么最可恶的还是下半身啦 你这样翻过来 它根本就是大红风 把这个 飞镖给顶在肩上 那 那行吧 反正就 这是一个官方推出的玩具 那 只是给各位做个记录 做个参考 那也感谢这一次 提供我们玩具的这个 乌胸啊 非常感谢你 它还有好几个赛卧坦汁的玩具 都在我这边 未来也会继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大家看一看 乐一乐 哈哈哈哈 这样也就行了啊 那就谢谢各位 记得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